刚刚看到的是亚洲天团在高雄的开场 那么距离2014年剩下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各地的跨年活动已经陆续登场了 其中台北市政府因应跨年人潮 在晚会活动现场附近的路段 实施了三阶段交通管制 同时也规划了五线公车接驳 台北捷运同时也配合42小时不打烊 今年因应信应线开通之后 渴望提升疏解大量乘客 提早疏运擅长的人潮 2014跨年晚会即将到来 每年吸引人潮最多的台北市府跨年晚会 今年预估会突破90万人参加 交通问题再度成为考验 为了避免跨年人潮台换北市府的交通 交通局规划系计划区 在晚上7点开始实施交通管制 跨年交通管制分成三阶段 第一阶段晚上7点到8点 以基隆路 中肖东路 信义路和松寿路 等为管制范围车辆只出不进 第二阶段从8点到10点 扩大到一仙路和光复南路 10点以后进入第三阶段 直到1月1号凌晨3点 包含松德路和庄禁路车辆禁止进出 北市交通警察大队 也派出1000多名警力待命 今年新的措施是 特别规划了20名的重机警力 在管制区外随时待命 运送市民有急需的事情 因为管制区内都是人群 都是人潮那重机的机动性也高 交通局也规划五线散场公车输运人潮 捷运部分除了42小时不打烊 还会是人潮在市政府站 与台北101站采取过站不停 今年有新一线加入 预期可以比往年增加七成熨量 那以往大概是在三点四十分 早上三点四十分左右的时候 那大量的人潮比较能够输解 那我们希望加入这个新一线之后 能够在三点以前 把这个大量的人潮来 能够做一个输解 大规模交管和疏散人潮 就是不希望交通问题 成为跨年的败笔 也提醒民众参加跨年晚会 多使用大众交通工具 UDN TV 杨人祥 周思宇 台北报道